那謝謝大家 其實以前我們都在吃米飯 然後切米煮熟飯這個是最好吃的 但是米不僅是只有切米煮熟飯料 其實我們有更多的一個創意的料理 更多的一個料理方式 今天大家看到有些米蛋糕 但是還有更多的西點 更多的米谷的這些烘焙的產品 其實大家平常應用在這個生活當中 其實都常常應用得到 那我們把它集合起來 做得更創意 做得更好吃 所以說才有今天這個創意大賽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 今天是在南區的一個出賽 那在全國裡面有四個區都會辦出賽 那我們這邊出賽的情機 會在做一個全國總結賽 那剛好補合這個十六 父親節快到了 父親節每個大家節目的時候 我們上一塊錢給人家 奶油 什麼什麼 其實不用了 我們用米下去做了 別這樣 避得一張採田 我們國產的米絕對是最好的 最新鮮 最健康的 最營養的 所以絕對是最好吃的 那用米去做的這些產品 其實更養生 更健康 搭配實驗 我們把這些好的東西 可以藉由這樣一個創意的設計 創意的料理 創意的不同的製作方式 最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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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各種創意的這些米蛋糕 創意產品 能夠讓 不管是在 餐飲院 在試騙界 能夠因為在一個花牆 能夠更廣泛 應用我們的活產品 那今天大概我們的用意 是這樣子 其實各位看到我的右手邊 這是我今天在專工 給大家傳到的香蕉 香蕉 香蕉是我這個夏季的時候 剛好是這個時候是一個 最好吃的一個季節 那我們也鼓勵 不僅是可以吃米蛋糕 我們也可以多吃這個香蕉 所以等一下 會合的時候 我們香蕉就免費給大家來這邊 可以吃啦 可以吃啦 所以今天很高興 那今天終於有 十九週 十九週 這個參賽的這些隊伍 那我們會錄取八組 再參加全國的一個手接賽 所以 那個我們今天參賽 我們很辛苦 話說都是 我們年輕人一輩 都會出頭天啊 好今天很感謝大家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 會進行一個頒獎的一個儀式 所以今天也感謝 我們一致旁邊 我們參賽者 還有冰聖老闆同年 謝謝大家 謝謝